埋怨似乎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埋怨的人记忆都很短暂 以色列人抵达西内之后 虽然有时候会遭受饥饿口渴之苦 他们还是继续往圣地前进 但是主拯救了他们 有时是鸪鸢的奇迹 有时又是击打盘石 从石头流出水来 奇妙的是弟兄姊妹 这些记忆最短暂的人却有最多的要求 然而如果忘记过去的祝福 就无法透切了解现在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旧约这节强而有力的经文提醒我们 你也要纪念耶和话 你的神在抗疫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恋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祂的解命不肯 人不肯守祂的解命啊 什么肯守祂的解命公民 你 thats感到 lionarsh会 never 你那种能够伟都 northeast 不肯起来 我应 какое的这种感觉 不肯你eng判